文章来源 深圳商报 女网红等6人被拘捕 9月18日上午 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 商罪科到中环和奸杀嘴 拘捕曾宣称 申请成为JPEX合伙人的邻座以及女网红陈怡 消息称 上述两人涉及虚拟资产交易平台JPEX案件 警方日前曾表示 就虚拟资产交易平台JPEX案件 已收到香港证监会转介 怀疑有刑骗情况 至少涉及83人报案 涉款约3400万元 警方已设立热线 给市民报案及查询 证监会日前曾发表声明指 由一道一家名为JPEX的虚拟资产交易平台 透过网红及场外找换店 积极向香港公众推广该平台的服务及产品 证监会指 JPEX集团旗下实体 一概没有获证监会发牌 并无向证监会申领 在香港经营虚拟资产交易平台的牌照 JPEX18日零时起 下架理财页面的所有交易 用户无法进行任何新的理财订单 就有进行中的理财订单 会维持至产品结束日期 同日稍后再有公告称将继续营运 1408人报案涉款10亿港元 有投资者表示 今年3月报读一间场外交易所的加密货币 课程认识JPEX平台 他认为虚拟资产为大势所趋 课程强调 JPEX已申请牌照及安全 又声称投资回报将会很好 当时见市面亦有不同广告 加上有网红和风水师推介 随投资约6位数字 购入不同虚拟货币 但日前未能转走相关货币 他承认自己对虚拟资产的认知度不足 至今只希望可以取回本金 另一名投资者则指 本年初他在很多大厦和隧道出入口 港铁和社交媒体 见到有关JPEX的广告海报 加上陆续有实体商店开设 以为有一定的可信性 希望跟上虚拟货币的潮流赚钱 其间有报名出席场外交易所的教育讲座 很多讲者或出席人士都表示会大额投资 声称之后会有高回报 因此投资六位数金额 限制希望可取回本金 期望执法部门尽快拘捕相关人士 香港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所表示 已接获约30名投资者求助 估计合共涉款达亿元 律师林国兴说 要考虑代言人或网红是否违法 须是乎他们原本是否窒息 以及有否参与其中 相关言行与涉事投资者之间的关系 但要就美宗案件研究 相信警方有掌握一定证据 才会展开拘捕 截至昨午 警方已接获1408人 就JPEX事件报案 涉案金额约10亿元之据 港政兼列六大疑点 要求网红停止推广 虚拟资产交易平台JPEX 有传用户无法提取资金 亦有用户指JPEX将提款额度最高 限制为1000USDT美元稳定币 手续费改为999USDT JPEX9月14日发出声明指 就阶段性开放提币上线 平台已成立专案小组 并等待港证监SFC回复 第二天 证监会反驳 只于9月13日 就JPEX发出警告声明以来 JPEX从未与证监会接触 同时强调 JPEX的声明 及对客户提款的所谓安排或要求 全署 JPEX自行做出 证监会已将案件转介警方 证监会列六大可疑之处 证监会发声明后 JPEX在网站回应 指之前公告称 有意申请香港牌照 正准备文件 尚未提交申请 男星张志玲等代言人 纷纷割席 JPEX去年曾在电视 户外广告未及 巴士站灯箱等大卖广告 并宣布由张志玲担任品牌大使 张志玲经理人日前透过代表公关公司向传媒表示 早已通知 JPEX在港未取得牌照前 不能使用张志玲的肖像宣传 亦会保留追究JPEX的权利 而有关广告已在网上下架 JPEX不止在港宣传 在台湾也有宣传 身为JPEX台湾代言人的五坚情成员陈灵九 则于IG称自己七月底已结束代言 正试图了解情况 但目前仍联系不到JPEX相关人士 其他细节公司正在处理中 相关单位如有调查需要 我方愿全力配合 并要求JPEX将所有宣传素材尽速下架 另一人庄思敏 一辈子在七月中拍片介绍 JPEX还说可以收到高达16例回报 现实影片已被收起 他昨晚出席活动时表示 自己亦是苦主之一 并透露损失六位数字的投资 他知道警方及证监会也介入了事件 正展开调查 现阶段也是在等候消息 李家超回应应有监管制度保障投资者 对此行政长官李家超 19日出席行会前 见记者时表示 非常关注JPEX案 要求证监会和警方下午会见传媒 就虚拟资产的发展 李家超说 特区政府的政策是 第一需要有效的监管制度 保障投资者 第二信息发放需要公开透明 第三重视及推行投资者教育 确保公众充分掌握资产风险及运作情况 李家超还表示 JPEX事件反映监管重要性 必须投资在受监管 有牌的交易平台重要性 以及个人对虚拟资产认识 及风险的重要性 证监会会监察市场的变化及发展 确保投资者的利益 受到充分保障 特区政府 亦会大力推动投资者教育 度眼前面 评论